OK 现在来看下冠军战了 全方九级 冠军两千 亚军是一千二 现在是灰灰最后一臂 对战叶峰的最后两个臂 败脸的不认 开始命中八神了 一子啪啪啪 哎呀 太溜了吧 第一神乐突然就支撑起来了 叶峰的八神突然就不行了 这是为什么 谁能告诉我 前面那么猛 八神 都打一 穿三局的八神 突然就不行了 神乐千克本来是叶峰的招牌角色 突然被 本来说不是这个位置 现在被叶峰给压制住了 真疼啊 真的疼 神乐千克一旦把节奏带起来 大猪就没有好热度过了 骗到对方高 肥地直接得了伞被雀斑 帮提炸快筒 肥地疯跳 转球磨血 那对面只飞掉结尾一颗气 叶峰还有机会 呀 没机会了吗 战略人是传媒公司的 需要打SG拉效果 我不觉得一个古董游戏还有什么是什么结结效果 主流的游戏 还有机会 现在玛丽 玛丽的下台两点带了一个玛丽的关闪光超比杀 只是不是麦版的叶峰怎么说呢 如果高好 一切就有可能 灰灰 哎呦 灰灰刚才差点上去 s 局谁能笑到最后 s 局对战叶峰的八神 叶峰的八神现在已经 被灰灰解决了七个的血量 但是 他手上还有一个气 八神这里两次暗幅 命中了对方的渡辞 现在远生这个轻腿的渡辞解决了八神的后跳奶 三个赛点怎么输 那是 我的猪奶吗 都是巧合呀 这两把 你看 叶峰的神乐玩的也 不比灰灰岔的 从战场开始了 现在是非常关键了 就看这个大猪能不能拿下 神乐结合 叶峰的神乐结合 又把灰灰关到了特所里 现在人家是三气自然 大猪没有 只赚了一气了 血量上来说 还是叶峰属于一个绝对优势 再打下就破防了 好的 现在节奏掌握在叶峰这边 怎么办 怎么办 是下飞吗 这只小跳中脚 现在叶峰的在点 关键十颗刀了 朋友们 三气的神乐结合 八神就在手上 一气都没有 小跳血包 都鬼波 虎波 对方 AB 但是 没有用啊 这个必备切封的 叶峰的胜率非常高的 上来把气暴掉 看来是要准备给吴之辉 玩一个大招了 哎 这个后 翘翠峰 破对方 AB正值 那现在抓一个中拳骂子女 怎么办 玛丽现在 血量就没了 中拳刷 ES 关键时刻 玛丽 高克力打抛地下 看你回路 S局的S局 骗到一个CB 玛丽现在 出锅限制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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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